说到银杏叶的营养价值 许多人不应该知道 事实上 银杏叶有很多功效 这可以从它的成分中看出 有许多成分可以用于医疗目的 银杏叶还可以保护大脑健康 这对儿童更重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银杏叶的作用 1988年 专家从银杏叶中分离出一种叫做银杏内脂的成分 该成分赋予银杏叶独特的功效和功能 能有效增加血液循环 抑制血小板凝集 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 具有抗炎作用 银杏叶的功效和功能 也与银杏叶中的黄酮类活性化合物密切相关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银杏叶的作用 银杏叶的成分 银杏叶含有丹宁酸 如易熟利素 山奈分 山奈分 虎皮素 卢丁 虎皮肝 银杏双黄酮 亿银杏双黄酮 而茶素 表而茶素的 银杏叶含有0.7%到1的蜡 其中10%为酸性 15%为蜡质 75%为肥质 蜡的主要成分是银杏醇 28丸醇和29丸醇 银杏叶还含有芒草酸 亚麻酸 骨灾醇和少量痘灾醇 银杏叶的作用和功能 易保护大脑健康 银杏叶最神奇的作用是它能保护大脑健康 减缓智力和记忆的退化 让你更聪明 银杏叶对大脑的健康影响 主要得益于其对大脑血液循环的有效改善 银杏叶含有强大的抗氧化剂 能够抵抗自由基对血管的损伤 抑制血小板的凝固 从而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修复受损脑细胞 恢复神经细胞 传递信息的能力 事实上 人的大脑在20岁之后就开始衰老 不管你是老的 中年的还是年轻的 只要你有记忆或智力相关的问题 你都可以从银杏叶中得到帮助 尤其是退化性痴呆症 银杏叶可以预防 减缓和显著改善 尽管它们不能从根本上治愈 银杏叶比许多处方要更有效 也更安全 二 改善血液循环 银杏叶的作用和功能不仅是保护大脑 而且促进血液循环 这种效应对人体的整体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由血液提供营养和能量 一旦血流不畅 细胞缺乏足够的营养和能量 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 就会有障碍和问题 从而会发生各种疾病 如果血液循环变慢 身体各种器官的运转将明显变慢 导致疲劳 如果心脏宫血不足 心脏病就会自然发生 当耳朵中的血流和氧气不足时 会发生耳鸣等 银杏叶的作用和功能研究 在世界各国中 德国对银杏叶的研究最多 根据国内研究人员的研究 服用阴性液提取物一小时后 微血管的血流速度增加了50%几 另一项研究显示 99名患有两年以上脑部疾病的老年患者 在服用阴性液提取物三个月后 脑功能改善了72% 另一项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也表明 阴性液可以有效治疗老年痴呆症 包括阿尔茨海默病 这项研究包括222名55岁以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他们连续6个月 每天服用240毫克银杏叶提取物两次 结果 这些患者的改善程度比服用其他非银杏药物的患者高三倍以上 结论 许多人认为银杏叶只是树上的一片叶子 没有多大作用 经过刚才的介绍 我们应该感到惊讶 关于银杏叶的价值还有很多研究 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成功 我希望你能多注意这片叶子 不要浪费它的功效 保护大脑的健康和阴缓垂老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点个赞 你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知识与你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